记者,邱俊福台北报道,一名83岁高龄的父姓老翁,三天前走势后,家属非常焦急,出向辖区警方报案,今天下午有玩空拍机的孙子,还动用空拍机在住家附近搜寻,贺奸景美西上有一具服尸,从衣柱,身形等特征确认是爷爷,马上报警, 县正由北市景文山一分局报演处理中,警方调查,父姓老翁平时有清晨见走的习惯,本周三清晨四十曲,父姓老翁跟往常一样从新北市新店区住处独自出门见走后,便行踪不明,交集的家属除向辖区警方报案,也到处搜寻,却便寻不住 今天下午四十三十分许,父姓老翁平时有在玩空拍机的孙子,以空拍机在住家附近搜寻,贺奸景美西上有具服尸,从衣柱,身形确认是失踪的爷爷,马上打110向警方报案, 北市景文山一分局据报派人前往打捞,捞起一体,目前正报请检方相验,厘清死因。